古代没有牙刷牙膏,古人每天如何刷牙,其实他们比咱们讲究多了。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,这里是真正历史,关注我,你一定不会后悔。 古代没有牙刷牙膏,古人每天如何刷牙,其实他们比咱们讲究多了。 古人不刷牙难道没有口臭吗?生活中有一种尴尬,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。 那就是我乐呵呵地和你说话,你却一脸嫌弃地捂住鼻子走开,还留下一句,棒臭。 出现代人早晚两次刷牙都难免口中有异味,那古人他们会刷牙吗?他们会有口臭,蛀牙的困扰吗? 其实古代人比我们想象中要讲究多了,他们在很早就意识到了清洁口腔的重要性。 礼记中记载记出名,闲惯了意思就是说,当天亮公鸡开始打名的时候,就要洗脸漱口了。 因为当时还没有牙刷,所有古人们只能用丰富的漱口水来进行口腔清洁,比如酒、醋、茶水、盐水等。 除此之外,古人还会用手指沾盐擦牙。 比如在,红龙梦,中甲宝玉便是用青盐来清洁牙齿,但盐价高昂,用盐来刷牙相对奢侈,只有些达官显贵家才会如此。 而且,虽然也有一定的清洁作用。 但经过粗糙的质地摩擦,久而久之会损坏牙齿。 其他几种漱口水虽然能够除味,但无法将牙缝中的食物残渣清除干净。 所以,古人便开始了漫长的探索正确刷牙方式之旅。 在一幅敦煌壁画之中,有位和尚在地上,左手拿着漱口碑,右手的手指在摩擦牙齿。 可见手指曾经也是人们的刷牙工具,可手指虽然灵活, 但清洁力度还是差一点,于是人们发明了一种,绕在手指上用来清洁牙齿的布条, 名叫开齿巾,贾宝玉的林妹妹就是用的这种,在一步步摸索下。 牙刷慢慢出现在人们视线中,古人不刷牙难道不会口臭吗? 其实,他们比现代人还要讲究,早在旧式气时代,原始人就已身受腮牙的困扰, 于是他们用动物的骨刺来剔除牙缝中的残渣,这便是最早的牙迁。 随着不断的氧化,牙签的种类越来越多,但牙刷却迟迟没有出现, 直到古印度人发现,可以通过杨柳枝来清理牙齿。 杨柳枝是一种纤维比较多的植物,将它放在嘴里咀嚼时候,就像是一把刷子, 再反复地摩擦牙缝和牙龈以达到清洁的目的, 于是在此后,杨柳枝成为了古印度僧人出行一代十八件之一。 这种刷牙方式随着佛教一同传入中国,这便是早期牙刷的雏形。 如今印度某些地区还在使用这一方法清洁牙齿, 到了晚唐时期,现代牙刷的鼻祖终于出现了, 唐代人选用牛的骨头匹成片状,用来做牙刷手柄, 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浸泡、磨削、钻孔、芝麻尾毛等处理, 工艺可以说非常讲究,但此时牙刷仍然还是一种奢侈品, 等到了宋代,牙刷已经产业化,在清明上河图中, 咱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售卖牙刷的店铺,因此平民百姓也能用。 在商代的甲骨文中,还出现了很多关于牙齿和口腔的字, 比如齿、曲、骨等等,曲是一种象形文字, 把曲写成齿加上虫,即虫牙病,骨也是虫牙病, 商朝人对于蛀牙,虫牙病有极为详细的记载, 对于口腔的疾病也划分得非常细致,口腔疾病有疾口、疾齿等等, 记载最多的就是疾齿,根据描写商朝的典籍, 补词中记载的关于疾齿的多达四十多条,之所以有这么多, 与商朝人喜爱喝酒脱不了关系,喝酒过多,酒便会腐蚀牙齿, 引发一系列的牙齿疾病。 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, 人们就已经开始提倡用盐水漱口,保持牙齿和口腔的清洁, 到了汉代,人们对于口腔和牙齿问题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, 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医书《养生方》中就介绍朝夕着齿不取, 并且采用漱口法治疗口腔疾病, 汉代就已经出现了用漱口法治疗牙病, 并且已经开始用于临床治疗了, 治愈的先例也有很多。 开齿法是古代比较流行的刷牙方法, 开齿又分为三种方式, 除了寒漱法,古代还有开齿法, 用于口腔和牙齿的清洁,原始社会时期。 漱口有时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清理效果, 所以人们也发明了开齿结疗方法, 开齿结疗方法有三种, 第一种就是用手指直接开齿, 第二种是用开齿筋开齿, 第三种是沉脚齿木, 第一种用手指擦拭或者提出牙齿上的残渣, 顾名思义就是把手作为牙刷刷牙, 用手刷牙是古代比较传统的刷牙方式, 从文献记载中能够看出, 未进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手指开牙的习惯, 南北朝时期的作品《内院》中就有这样一段关于开齿的记载, 猪牙造脚及生姜, 西国生马蜀帝皇, 树金枣莲槐角子, 细心荷叶药相当, 青眼等分铜烧断, 颜煞将来史更凉, 开齿牢牙游并黑, 谁知世上有先方, 这段文献中记载的, 是用手粘盐或者要开齿牙齿, 第二种就是用开齿筋清洁牙齿, 开齿筋也叫开齿布, 顾名思义就是用布代替牙刷刷牙, 使用开齿筋刷牙具体起源于何时, 没有直接的历史文献记载,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从唐代开始, 人们就已经用开齿筋刷牙了, 唐代法门四地宫出土的《衣物账》中就多次提到了开齿筋, 唐代已经开始普遍使用开齿筋了, 陈脚齿木就是用植物枝条做牙刷, 这种刷牙方法其实是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产生的, 古代印度人就是用杨柳枝开齿的, 这种方法的发明人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, 据说释迦牟尼非常讲究卫生, 他要求弟子吃完东西要刷牙, 漱口, 并且将这视为修行内容之一, 佛教中观音的形象一直都是左手持镜平, 右手拿柳枝, 这也与佛家倡导漱口开牙有关, 东汉时期, 印度的佛经开始传入中国, 佛经中介绍了僧侣沐浴所需要的七种用具, 其中第六种就是杨枝做成的牙刷, 在敦煌帝化, 劳度差斗圣变中就有两幅齿木刷牙图, 其中第九幅图就是一个光头着绒装, 用齿木刷牙的形象, 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, 这种刷牙用具也逐渐被中国人接受, 陈脚齿木的刷牙方式也比较简单, 需要先把杨柳枝放在水里一段时间, 让杨柳枝软化, 在刷牙时将杨柳枝的一端咬平或者砸平再制作成牙刷, 当然了陈脚齿木的材料不一定非要用杨柳枝, 也可以用其他具有植物纤维的枝条来代替, 比如葛曼、桃树、槐树等植物的枝条, 不过与其他的植物相比, 柳枝的质地柔软, 有韧性, 比较容易剔除牙构, 保护牙齿, 杨柳枝具有消肿止痛的功能, 所以一般用杨柳枝作为牙具刷牙更普遍, 在刷牙工具尚未被发明前, 古人常通过漱口清洁牙齿, 譬如, 唐代孙思渺就在其背极千斤药方中, 提到美丹以一碾盐内口中, 以暖水含口齿狼蜜的漱口方法, 除了用盐水漱口外, 古人还有用浓茶漱口的习惯, 盐寿书中提到反饮食器, 只要以浓茶漱口, 就会解去所有的反腻, 调和脾胃, 若是吃肉, 以浓茶漱口可自然提去尺尖残留的肉渍, 如此长久防护, 牙齿便会越来越坚固, 除了以茶漱口外, 古人还会用酒剂漱口, 其实, 这一做法也是符合现代医学原理的, 一说, 曾提到一个小故事, 即, 有一位七十余岁的刘老汉, 每次喝酒都会顺便竖一下口, 经年累月的坚持之后, 刘老汉的精神居然愈加亢奋, 口中一无取齿, 除了清洁牙齿之外, 古代还出现了香补牙齿的技术, 唐代颁布的新修本草, 就提到了一种以水银, 白锡, 银薄制成银膏填充牙齿的医疗措施, 可见, 这类史籍证据已经表明, 我国的牙科医疗技术曾远超世界各国, 欧洲人在17世纪才开始使用牙刷, 而我们的祖先早在一千多年前, 就已经对于牙齿和口腔知识有了深刻的了解, 无庸置疑, 现在意义上的牙刷是华夏祖先智慧的结晶, 现今, 人们不用再为刷牙的事情烦恼, 不用再为牙刷, 牙膏操心了, 因为, 只要去趟超市, 一切都可以解决, 非常方便, 但买回来之后, 你是否按时使用呢? 在这个压力巨大的社会, 许多人都忽视了自己的口腔健康, 也有了各种各样的麻烦, 所以, 行动是最重要的, 不要买了不用, 浪费资源。 请不吝点赞 许多人,